COVID-19本土疫情持續嚴峻 那本局行事警察大隊在昨天破獲 由姓女子涉嫌於臉書 轉發不死的訊息 那訊息中指稱系由 衛福部部長陳時中發布置有關 疫情的訊息 那案件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在 今年的5月3日澄清 這個郵女的訊息是一個假訊息 那本案經通知郵女到場說明後 他坦誠不會 那不過他說這個是 轉發不知名有人的貼文內容 他沒有經過查證真偽後 即轉發給其他人 那本案 本局將依違反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 移送台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來偵辦 那我們在此也呼籲民眾 對網路流傳的訊息 應該多加的求證辨識真偽 那不要輕信 也不要隨意的轉傳 避免成為假訊息的傳播者 製造社會大眾的恐慌 我們會在於新疆的地下 我們會做新疆的地下 知道他在新疆的地下 我們會做新疆的地下 就是新疆的地下